HELLO 歡迎回到我的天空之城 今天要比較輕鬆一點 帶大家去看一下我們飛行員的模擬機 那一開始你從來沒有飛過這台飛機的時候 你要先做大概六個禮拜的地面的課程 然後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兩個禮拜所謂的GFS 等一下在影片當中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最後兩個禮拜就會在模擬機裡面 有一些比較舊的飛機像DC-3這種飛機 你可能就直接在真飛機裡面訓練加考試 但是呢因為現在這個社會這樣不是符合經濟成本 所以都有所謂的模擬機 每半年呢我們又要再進去一次考試 就是要讓你所有緊急的一些反應啊 都可以記在你的大腦裡面 OK 那我們現在去出發吧 在北美呢有兩家很大的模擬機公司 一家叫做CAE 然後另外一家叫做Flight Safety 我們今天要去的這家呢 它位於加拿大的多倫多市 多倫多這個地點呢 有包含這五種飛機的模擬機 這些模擬機的位置呢 剛好就在多倫多Dance View機場的旁邊 這個機場呢 現在已經被龐巴迪買下來 當作製造跟測試飛機的一個地方 製造的飛機有包含他們的Global Express 和Q400系列 今天路過剛好看他們有四台Q400在機場上 那分別從左到右 第一台是印度的Spice Jet 第二台呢是龐巴迪的原廠測試飛機 第三台呢是伊索比亞訂購的Q400 再往前開一點呢 也有他們的Global Express 8000系列 這邊都遇到一台他們新組裝好的Q400 但是沒有噴漆也沒有塗裝 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訂購的 從這裡可以看到它螺旋槳旁邊有一層 加強的金屬保護 就是為了避免萬一螺旋槳裂掉斷掉的時候 不會割入寄生裡面 龐巴迪廠房的隔壁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的模擬機 它像網咖一樣喔 它是開24小時 然後七天完全不休息的 這邊的用戶呢 包含了全世界來自各地的航空公司 所以它忙起來的時候 它的模擬機是24小時都在運作的 這邊除了模擬機的訓練之外呢 也有維修引擎的訓練 和空服員的訓練課程 再往前面走一點呢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GFS 它基本上就是很多電腦螢幕組起來的一個簡易型的模擬機 那為什麼要有這種東西呢 就是因為公司希望你進真正的模擬機之前 你把所有的SOP都練好之後 然後才讓你進去 因為真正的模擬機很花錢 來到二樓之後呢 左邊就是做簡報的教室 那右邊就有三台模擬機 我們在模擬機裡面做的東西 都是平常你不會想要在真飛機裡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不外乎呢 都是一些引擎熄火啦 引擎起火啦 或者是你的機輪放不下來啦 等等的緊急的狀況 一堂課呢會有兩個人 我和我的partner 然後總共是四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都要爭飯過 因為每次在裡面訓練的時候壓力都很大 那如果沒有考過的話就沒有工作了 進去模擬機之後呢 一個人是PF 然後一個人先做PM 所以在飛那個人呢 就專心的飛 然後他的partner PM呢 就會在遇到任何緊急狀況的時候 全力的輔助他 在航空公司飛 你可能每次遇到的機組人員都不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去抱怨 人家是不是豬隊友 你只能全力的配合他 然後安全的把這個飛機起飛到降落都完成 在模擬機的考試裡面呢 一個人沒過就是兩個人都沒過 所以一定只有互相配合 一起互相合作 兩個人才可以一起平安的走出這個模擬機 就把它當作你在真飛機裡面一樣 這家模擬機公司呢 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地點 每個地點擁有的模擬機的機種呢 也都不同 有些是有商務的 有些會有商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是有軍方的飛機 像加拿大空軍的CT-142這個雷達機呢 就是DASH-8改裝的 那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訓練的 走出來呢 又剛好在龐巴迪旁邊看到一些包裝好的零件 大家想要猜一猜這是哪一台飛機的什麼零件嗎 看起來很像是Q-400的屁股尾端這個零件 大家覺得是嗎 所以以上就是在加拿大進航空公司 然後怎麼從訓練 然後拿到一個新的飛機的type rating的過程 在加拿大呢 飛行的執照是長這個樣子 那考完之後呢 你的公司就會幫你 申請你的新的type rating 然後這邊的民航局 Transport Canada 它就會寄一張貼紙 新的貼紙給你 然後上面就會有 一個新的type rating 在你的執照上面了 它就有點像 在打電動的時候 收集新的飛機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可以一台一台的添加上去 那今天就先討論到這裡吧 下次什麼好玩呢 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